那么中小型企业数据与网络安全口线究竟包括什么 这取决于公司因为公司可能提供更详细的保险涵盖范围 但一般来说保险应该为你提供危机文理覆盖 第一责任覆盖和第三责任覆盖 第一方损失的例子包括业务中断损失和网络勒索 而第三我可以包括个人换业务信息发管和处罚以及调查者之外 网络安全保险还有其他投保能提供其他好处 比如前天后危机远引服务 你可以在其中咨询法医学、IT知识、法律专业人员和公关工作人员 这些都是常规保险不包括的领域 哦 好的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不错 还有什么吗 尽管保险费可能看起来很高 但实际上保险费用远远低于应对实际否诺事件的费用 例如你的客户信息泄入了 这将违反的个人数据保护罚 可能会对你的造成高达100万新元的损失 如果你购买了保险 你最多支付7000新元的保险费 就能得到覆盖 这意味着甚至于罚款也将在你的保险下支付 哇 是的 这很有道理 但如果我竟有IT员工 他们不能帮助我就觉得任何问题吗 我也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支付数据泄入罚款等等 现实生活中 许多中小型企业大多数都没有内部专业支持案 解决网络安全事件 其实有目前这些员工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但是如果你购买了 网络安全保险 他将能完全解决网络事情提供帮助 老实说 最终我们所有的企业官员员都会期讨 我们的业务永远不会发生网络安全危机 其实安全第一是最重要的 经网络安全保险不能100%保护我们的业务受网络威胁 但他可以保护我们的业务和财务在基础免招购买 一旦发生网络威胁我们将有时间和资源的恢复业务 你还能够在不影响现金流动的情况下继续营业 所谓花钱买新案 嗯 说的很有道理 好的 我会尽快去购买我的网络安全保险 好 谢谢你在规定的线 辛苦了 嗯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